今晚开战吧 大蕊哥 你有听过一个词叫做 海王 就是说那种渣男 随随便便出去 一钓都可以有异于吃的鱼饵 对 就大海捞鱼的意思 这个海王我听过 而且我之前还听一个 美媒跟我讲过 她有一次在公车上 就遇到一个男生 那男生就属于海王这一种 就跟她假借说 我游游卡没带 要跟她借年钱 然后借完年钱 以后还跟她要赖 说希望我把这个零钱还给你 这个听起来手法蛮出招的 就是借这个要还钱 然后加赖 美媒应该没有上当吧 没有 但是男生还是不服气 然后就使出杀手箭 然后就跟她讲说 你真的长得很像我的前女友 那女生听得更火的 转头就说 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尴尬 所以这鱼王的鱼池 到底有多么的大 连前女友的长相都不记得 真的 所以观众朋友 到底是海王海后的养鱼技巧太高超 还是这些 也要有淫传的鱼儿 太傻 太天真了 这叫吃不吃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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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海老王什么 我是海老王 海老王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如投友总是以为 自己是唯一的真爱 你们怎么那么可爱 云传媛 那么单纯 我这边跟不一样 火眼金睛 辨识海王海后的剑台 就这个专家团 来 谢谢 有团吗 应该只有专家一个人啊 我们的艺术老师也是一个 他也是冤船体啊 对啊 没有瞎过怎么会开智慧呢 是不是 没吗 你被撒了几次 大概到三个月吧 七七四十九成的 七七四十九成的 海王就是怎么样来的一个词呢 是来自于抖音啦 一段抖音影片而来的 就是在讲说 这个海王可以随随便便的 捞到这个整个鱼的一池鱼儿 就是这些容易晕船 一池啊 一池啊 一个人就是跟很多人搞暧昧啦 养许多的备胎啦 然后让人家不知不觉的 他就晕船 那既然当然也不能说 这只有男生啦 海王 也有海后啊 很多 可能不能只是说我们男生 对不对 有... 我们今天有公民也是有海后的 也海后 对 一开始要问一下大家 是这一些海王海后 他们的段位太高超 才会让我们觉得 怎么不自觉地就晕船了呢 请举牌 绝对是 对啊 段位吗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 设施对生 不一定是段位 有时有一些人他没有什么技巧 他也是就拔得到 小老 怎么样都没有技巧 你长得帅啊 或是他就有个人魅力特色 有时候有一些男生坐在那边 角落都不讲话也是一个魅力 那叫欲擒故纵 这我以前最爱的最爱 真是吗 你们长得憨浩老师这一种啊 我跟你讲 以前真的是 比如说在一群聚会里面 然后我就故意坐在旁边坐 然后也不太讲话了 就会有女生过来就会了 那就是我那招了 很奇怪 我也是 我就跟你学着了 是啊 可是这招用在他身上OK 用在柯震东身上OK 用在你跟大飞身上No 为什么 因为你忘记大妹上次来 他就说他也看柯震东这样 然后他也学他在角落 整个晚上没有人理他 他OK啦 他这么帅 他不行啦 而且看起来他也很老实 那我以为你是海王耶 没有 他看起来不老实啊 他看起来超不老实的 你们是海王吗 你怎么会是晕船的鱼呢 你们两个骰渣女啦 那是什么 我跟妳講 我以前真的是很无辜啦 我都会被这些 很爱抓鱼的女生 骗了 你到底怎样晕船 你真的太好了 我配不上你 我跟一个女生 我们是几乎差不多交往的状况之下 该做的都做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查一个讲出来 表达一个承诺嘛 就确定我们两个男女们 确定嘛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我就抓这个时间 很浪漫啊 你说正在进行的时候吗 没有 已经结束了 当然结束了 结束事后不是要抽个烟吗 边抽边讲了 好 边抽边讲 抽烟 所以我现在算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配不上你了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然后她说 宝贝 我真的觉得你对我太好 对 你真的 我这个烂人 我真的配不上你了 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 我受不了了 我这个人 我怎么配得上你了 是不是那天晚上你表现没有了 对 很难的 她就开始很难过嘛 然后我想说她怎么办 我就开始安慰她 然后就莫名其妙 那个两个人交往确定关系的 那个话题直接跳过 发生好几次 你们在一起多久的时候 大概两三个月 也没有在一起 就是你们两个见面两三个月 后来我就发现 她就不想要交往 她就不要我这个人了 但这一句已经算是很老派的 这一句怎么还会与你 但很傻的人就会相信 所以你真的相信你太好 她变不上你了 我那时候相信 加约什么样的话会让你觉得 哇 我是一个晕沉 我看完她的我觉得我好一点 对 很开心 很开心老天爷让我跟你相遇 你是我最最最珍惜的 这怎么会打动到我们 这种话听起来像台词 好像在念背台词演示一样 但是你知道那个人跟我讲的时候 他有多真诚 他的眼睛就是真的就是 死叮叮叮叮叮叮 到底谁会跟你讲这句话说 是托阿汤的 对 一定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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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跟我共同朋友出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共同朋友讲说 我最近遇到一个不错的对象 然后他让我觉得我是他的唯一 我是对的人这样子 那个朋友呢 他就跟我说 蛤 什么 你不知道他跟谁谁谁在一起过吗 他讲的那个谁谁谁 也是我一个好的女生朋友 只是我并不知道那个女生朋友 有跟这个男生在一起过 那个朋友又跟我讲说 他们是不欢而散 这个男生渣男 他讲了这话之后 我就想要继续追问他 他又不告诉我 他说我不能讲别人坏话 不能讲 不能讲 然后后来我就忍不住 我就去问了那个女生 就是跟他在一起过的女生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不欢而散 那女生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让我觉得 我是他的唯一 他都跟我说就是 他很珍惜可以跟我相遇 老天 他讲的那些台词 公版 根本就是我跟朋友一样的话 然后他说 但是他们后来 就那女生 也被他洗脑 血团团转 然后就很爱他 很喜欢他 就跟他在一起 他说他们就在一起 然后其实就是发生关系 发生关系之后 那男生就开始 就是要嘛就消失 要嘛就是不回电 然后就是这样 慢慢就把他淡掉了 就弄到了 然后就不理人家 对 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 又知道说 他都是用这种公版处理之后 我就先拜拜了 因为你会为什么脸红 心跳 我其实跟家喻蛮像的 就这种 对 你是唯一给我家的温暖的人 是我唯一的依靠 这不是狗狗跟猪狗 对啊 我这个对象呢 他那时候是香港人 他来台湾就是自己开店 所以他就在台湾无依无抗 然后没什么朋友 所以只要一讲这 我们就觉得说 天啊 我这是他唯一的资助 我必须要支持他这样 可是因为这男生 他那时候来台湾之前 他有一个交往蛮多年的女友 可是因为可能分隔两地之后 他们就分开了 然后他就很常会需要帮忙 所以我都会陪他 或者是告诉他台湾一些什么地方 什么的 然后也就交往得蛮顺利的 可是那时候过年的时候 男生就回香港之后 就遇到他这个前女友 然后他就觉得说 其实他朋友就讲说 你看你去台湾开店 你就这样抛弃女生这样子 然后就会挂出 这种傅心汉的名字 所以他回来台湾之后就跟我分手 他就说因为他不想要背负这个名字 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又回来找我 他就说其实他也是比较喜欢我 可是因为他不想要 被其他的朋友讲说 他是傅心汉 河梅琪梅艺 所以他只好跟这个女生分手 见口吧 对 可是他就 但是他就跟我这样讲 他就说可是因为我跟他 你看我们分隔两地 我又见不到他 我真的只是想要安抚他 我不想背负这个名而已 拜托你给我点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蛮有道理 因为他跟女生真的不会有来往 所以我就相信了 然后就跟他在一起 然后那时候他跟其他的合伙人 就在外面租房子 所以我们可能下班之后 我也会去家里找他什么的 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看我的影子 好像有点奇怪 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男生他跟别人讲说 我跟夏宇威没有附和 是他自己来贴我 对 超傻眼的 然后我后来知道之后 我就只好想说那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这段了 可是我后来就从其他的同事口中听到 他后来跟其他外面认识的女生 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一个香港人在台湾无依无靠 你就是我的依靠什么 整塔的套路有对 没有理我该怎么办 对啊 那一样的入住 这个翻译就是 我是一个外来人 对 台湾无依无靠 好帅啊 然后对方一定像这种女孩子 就会有那种母爱 母爱吞发没错 是不是大部分的女生 都是会有母爱大喷发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了 女生的确 当我们看到一个男生 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对 舍我其谁 只有我可以照顾他 没错 也会觉得被认同啊 因为他只找我不找他 这件事情有在生小孩前 跟生小孩后会有感觉吗 你说得很好 那个依附的状态 就是当我们生小孩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的注意力 只会集中在小孩身上 因为一个小孩已经够烦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会被外界给吸引 因为小孩就跟我们 建立那个衣服了 不要被渣男朋友的方法 都是去生小孩 也不是这样子好不好 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海王海后 难道他们天生 就是这么会甜蜜语吗 那我们要怎么避开这个陷阱 他们并不是天生 那是后天训练来的 因为你要想 当你跟他一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他顺便还在跟其他 另外十个人也在聊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技术 训练 训练 对 所以他的练习量够高 所以他的聊天的技术都非常好 那基本上他的这种甜蜜蜜语 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让你觉得 你被欣赏 你就是那个 唯一的 特别的 全台湾只有你能依靠 你太好了会配不上你 是不是让你觉得 这个人赤货 知道 我知道你很好 对 你就会觉得被认可 你就会开始对他有一些好感 那第二个是 就是他会虚寒问暖 早上会跟你说早安 然后你身边的带你去看医生 然后 我岳母每天早上也会跟我们说早安 对啊 每天早安 岳母应该是 安全 对 因为我们说早安的其实不多嘛 所以当有一个人会对我们说早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他是不是很在意我 然后久了之后就发现 他送礼物的时候 他其实他准备很多歌 你只是其中那个 哇塞 对 然后第三个是被理解 他们很会聊天 他们很会倾听 就你说什么 他都会静静地听 他不会句点你 他会顺着你的话说下去 让你觉得他懂我 但后来你就发现 他其实跟每个人 没在意听 对 所以只听这些甜言蜜语是不够的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就是听其言还不如观其行嘛 对不对 就是他真的有这么重视我吗 然后还是他对我的这些重视 对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像我刚刚听到各位就是 最后都是朋友那边才发现 原来这个人有很多的坏记录 所以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雇主不是都要打那个电话 去你的前雇主那边 确认一下这个人 推荐信 对 要不推荐信 对 要不推荐信 你就会打听一下 这个人其实风评不佳 可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别人讲的不一定是真的 或是那是前女儿 那是别人乱讲的 但其实你就是要相信 这个人风评不佳 他就是风评不佳 所以你要去观察他的行为 那他这个 他是不是一个中央空调型的人 有些人他就是很温柔嘛 就是他对每一个人都很温柔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暧昧 不是只有对你 所以你要拉长这个观察器 然后观察他的行为 不能只听他的话 对 对 我以前也是中央空调型的 所以你也是一样的 但我不会跟人家乱来 我只是说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我就是有那个散发出那种 父爱 父爱 还是非诺谋 非诺谋 加上父爱 对 所以你以前会一样的礼物 准备好几份啊 倒不会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好了 这个不知道网友 有没有被海王海后 哪一些钓鱼的技巧辨过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 这个代班特派员 长得不输那个幼云 好可爱喔 对啊 非常可爱的宝拉 对 然后帮我们做一些调查 麻烦宝拉 情报站大调查 今天由特派员宝拉出集 透过LOWIE AI大数据 搜集网络声量与关键字 带大家了解最新趋势 马上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LOWIE AI大数据 关键引擎的调查报告 我们可以知道 海王海澳的钓鱼伎俩 到底有哪些呢 首先第四名是嘴巴很甜 说得好像没有你不行一样 对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说自己还不够格 迟迟没有确定关系 这个有44744的网络声量 那这个网友分享 就有跟贾次丁的经验 蛮像的 他说明明情侣该做的都做了 但是他就问说 我们有没有在一起呢 这个时候男生竟然说 我现在赚的钱 还没有办法照顾你 我是在为了我们的未来着想 这个时候女生就会觉得 天啊 好甜蜜哦 你是在为我着想 可是后来思考一下才发现 根本就是在讲干话 对 那第一名呢 就是时常做 或者是说出联想 或让人暧昧的动作或是语句 有六万五千两百六十的网络声量 那这个网友就说 放学的时候 学长都会说要载他回家 那一开始觉得说 他是不是对我有好感 但其实后来就发现 他根本就是用这个方法 像Uber司机那样子 他就可以借机知道大家的地址 然后呢 再进去那边创造巧遇 所以对方可能就会晕传说 天啊 我怎么一直遇到学长 但其实根本就是他计算过的 那这些海王海后 四处散播欢乐 散播爱的这些举动 是不是会让人不小心 就落入甜蜜的陷阱呢 你以前有跟街上聊的吗 常常 对 我以前好爱 在人家回家 不管男男女女 然后就是 富爱 富爱 这到底怎么产生富爱 就是 就是 那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尤其他如果穿得很少 你又会担心他 对啦 会受感到 会 然后会说碰到一些坏人 或是什么 尤其碰到坏人 倒不如你在他 碰到我这个好人 接送这事情你们会吃吗 因为刚刚老师有说 就是不要听他说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所以我经过了甜蜜之后 我就开始成长了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男生 他会开始对我做些什么 我觉得很浪漫的事情 譬如说他每天就是早上 他只要知道我隔天有工作 他就会送早餐来给我 而且有时候还会给我惊喜 就是譬如说 他就没有特别讲说 我要来接你 他就说你明天是几点的工作 然后几点要出门 那大概闲聊一下 我就只说可能明天几点 八点要出门这样子 你知道我一下楼 他就在楼下楼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那个惊喜 好可怕 好可怕 好有心 很可怕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我好惊喜 遇到喜欢的你就觉得是 他很有心 但我遇到不喜欢的 你就觉得他是变静怀 很紧慧 很紧慧 对 因为没有遇过那种接受 然后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样来返我 你知道吗 但是我因为喜欢那个男生 我就觉得他好棒 然后其实我们就这样 大概交往了三四个月 不算是真的交往 就是算是暧昧这样子 就是还在观察期 三四个月 那就跟他假设另一个一样 三四个月 对 然后有一天呢 他就约我出国玩 那时候心想 来了 要出国一定要住同一间房间 那时候我觉得说 要出国 是不是得要先确定 是男女朋友之后 我们再一起出国 可是他迟迟又没有跟我讲 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矜持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要男生先开口 先主动说 我才可以顺势打这样 所以我就没有说 我就跟他说 不好吧 就是我就委婉地拒绝他了 我想说他应该会有 下一步行动 但他没有 他就说好吧 他就有点失落失望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们就大概 两三天的时候没有联络 我就在两三天后呢 我就是在朋友 因为我们有共同朋友的 社交媒体这样子 我就突然看到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一个大家的聚餐 然后那个男生也有出席 然后那男生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他们非常亲密 他们是那种头靠着头 靠在一起这样笑 然后我突然想说 这是什么朋友 为什么可以这么亲密这样子 可能脖子累了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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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边绕枕嘛 绕这边另外一边绕这边 对 刚好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 我就说 那个我看到谁谁 拍一张照片 你跟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 嗯 他就要讲不讲 他后来反正就是被我录录到讲 他都说 他是我成女友 然后我们刚复合 蛤 蛤 我就想说 两天三天前你才跟我说要出国 然后你现在就跟一个女生复合了 然后后来其实斩短之后我才发现 就是其实他只是 就那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就是因为吵架 吵到一个有点像是半分手要分手 但其实是有狗狗的那种状态 我就变成了一个备胎 他就感觉好像就是两条线 如果我答应他 他可能又继续跟他女朋友纠缠 但是可能跟我试试看 他就是两边同时进行 没有 我觉得他跟他女朋友复合 他还是会跟你咬咬咬咬咬 真的 对啊 我也是就之前被甜言蜜语骗过 我也是想说我要看行动 我之后就遇到一个男生 就那时候他就 你那会透露都一样 对 你会成长吗 一步一步来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发一个限动 就我那时候有二阶漫脱出 我就有点心悸 然后那男生一看到我这个限动 他就立刻去帮我找关系 然后去帮我安插排队 然后帮我挂好号 我想说 这个男生对我蛮用心的 因为我们其实来认识不久而已 我想说那蛮不错的 而且他身材还说什么 那我去接你 我带你去看什么的 我就想说很棒 很贴心 可是今天那个男生就是 他是来 他不在台湾工作 对 然后他就几个月后就要回去 可是他表现得太好了 我就想说 那好像可以考虑看看 然后像旁边朋友 我都是这么吸引台湾海南人 对 他是台湾人 他只是在别的地方工作这样 然后那种朋友就说 他真的对你蛮好的 而且他眼里都只有你 你要不要趁他现在在台湾的时候 赶快跟他交往这样 而且当我们交往之后 他很快也带我回去见家长 我觉得见家长真是大绝招 女生绝对吃这一套的 对 而且因为他之前的女朋友 是他交往很久 然后他都没有带他经过他父母 所以你就要认定说 他真的是想要跟我走长久 这认定我才会带我回去 见家长的那种 所以我就吃他这一套 但我们后来就是因为 新闻出来了 我们就笨手了 新闻出来 什么新闻 有人就到一个男朋友 真的 真的 这什么新闻 你看你知道 趕快有狗 什么新闻 什么新闻 没有 因为他也是蛮有名气 在他的领域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交往的时候 就被新狗仔拍到 然后不见光时 我也因为新闻 报了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他那天跟我说 他跟兄弟去吃饭 但新闻拍到说 他后来跟女生去夜店 他是 蛤 什么 蛤 他真的很嗨 真的 而且因为你知道 我刚刚 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他这是 因为我没有在follow 任何的 任何朋友的女朋友 是被他抢走 真的假的 谁啊 他 你有朋友的女朋友被他抢走 是吗 我以前后来才知道说 真的像小姐说 好像真的 他蛮是海王 没有 她们体力比较好 她们的体力比较好 真的 体力 没有发泄 对 但是他那时候真的也没有 因为他还带我回去见家长什么的 然后带着我书行场 其实我跟各位女孩们讲 见家长真的没有什么 没什么 对 因为有时候这个人 可能跟家人的关系很好 说他每一个都会带回去见家长 可是因为他的爸爸是那种军人 你知道就是那种不准他犯错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爸爸还是军人 真的没有差 像我后来我也跟我儿子讲 尽量不要带回来 因为他之前有交一个女朋友 就是常常都会带回来 然后没事 就是可能都会在家里住 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后后来分开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像我失去 你放感情 对 因为我没有女儿 对 对爸爸妈妈来说 就是反正感情很好 就是朋友而已 就是朋友 现在见家长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各位 小妹妹们 真的没什么 没有什么传统的 现在父母亲 其实他们也很开放 他们年轻的时候 搞不好也是这样过来的 他们可能一天也接见好几个 也是在那边 前面两位海王海后的招数 其实也都不算什么 贾斯丁要讲一讲 他遇到的海后 我们其实很多共同朋友 然后我们会一起出去吃饭 或是喝酒 然后我就像大纽哥一样 我在旁边听 安静 不讲什么话 这个女生 眼睛会说话 眼睛会讲话 就是说 很会说话 然后 是骂你脏话吗 没有啦 他们在聊的时候 他就会在我对面 他就这样 干嘛 什么啊 放电 就放电嘛 勾你这样 然后他就 这样不是要约你去哪里吗 对啊 所以我跟你一样 我有点看不懂嘛 所以他就用手机 传个讯息给我 他说我们去旁 你们有通 你们早就认识了是不是 早就认识 我们大家都认识 都是好朋友 然后他就用手机密 我说我们去旁边的吧台 去点个酒 我说好啊 那我们两个 偷偷摸摸地离开嘛 没有人发现 然后我们在那边喝喝喝 也聊了一下嘛 然后他就说 那等一下 我们要不要续托 我说续托 说这我们两个吗 他说对啊 去哪... 你们要去哪 好啊 他说我们再去 目前听起来 这是你心存歹念的 我都很开心啊 然后我说好 那我们去另外给酒吧喝嘛 我说好啊 那我们分开走 这样他们不会 比较好 好有经验的 我说好...那你先 然后他先离开 然后我就等了差不多五分钟 我也离开 然后我们在那个 酒吧的巷子相遇了 半夜很浪漫 我两个人去 对 有点刺激感 有点刺激感 对 去喝喝酒嘛 然后我说 那我送你回家 到你家的楼下 然后他说好啊 我说那我要不要陪你上去 他说 我想 但是下一次 下一次我去你家 可不可以 下一次搞不好就没机会见面啊 我就是这么讲啦 对啊 对 后来他真的有来我家 对 这么快 对 一个礼拜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让我上去他家吗 为什么 又有人 后来朋友跟我讲 就是我那群朋友说 他交往了 还有一个男朋友 在家里这样子 在家里 在楼上睡觉 我的天啊 我在楼下跟他接吻 而且上一班还跟他睡觉 好自己 这么做 哇塞 你渣男耶 这一回人在感情 你渣男 想渣男 就是你们 你们渣女 我有另外一个更 很精彩的故事 又有啊 同一个吗 同一个人吗 不同 不同 而且更夸张 因为他有跟我另外一个男生朋友 非常好 他就是也是香港的 一个香港女生 然后我们就是在网路上聊天 认识嘛 然后说我要来台湾玩 然后说台湾哦 OK 好可以啊 那我们你来的时候 我们就见个面 他说好可以可以 然后他来我们就 就吃个饭啊 喝一点东西啊 然后反正我觉得也很有好感啊 然后这个女生对我也很有兴趣啊 可能偶尔有一点 那叫什么手毛 毛手毛 手毛过场 对 那时候我 她好 她的腿蛮好手 反正就是感觉这个 这个感觉很好 OK OK 应该是OK 然后我就问她说 那你晚上要干嘛 她说我晚上有约我一个 在台湾的姐妹 我们要出去玩 所以男生跟可能不方便 OK 好 OK 没有问题 下午我就去找贺少侠 我问她说 你晚上要不要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她说我晚上不行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有约一个从香港来的女生 约我去酒吧 我说想那么巧 没那么巧啊 我看照片 真的就是那个女生 真的就是那个女生 哇塞 好坏 所以只能说你们这些行人 在台湾已经闯出名号了 对啊 这个女生非常清楚 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因为我po的什么照片 也都会有她 我们现实动态也都会有她 然后 她想要一箭双丢 对 她差一点成功 我跟她说 后来我跟少侠就讲出来说 好 那我们跟她聊一下 少侠就蜜她说 那今天晚上你要 你也要带你的女生朋友 那我 我也带一个男生朋友 然后她说 你要带一个男生朋友 是可以 但是你要带谁 她怕带你 对 我跟妳讲她多夸张 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把我的钱包拿出来 就是一个皮卡丘神奇宝贝 她就说不要约一些奇奇怪怪的男生 她就说什么算是奇奇怪怪的 她说比如说 比如说可能喜欢神奇宝贝啊 还不敢讲名 有够明显 太明显了啦 有够明显 不会 不会 她怎么会 她还是跟她出去啊 但我们就是 怎么讲比较好听啊 你没有戳破她这个谎言吗 对啊 没有啊 所以你之后跟她还有在约吗 对啊 那后来她有跟少侠在一起 没有 我们只有约那一天 少侠只有约那个晚上 但是反正这个女士很乱 少侠还是去了 去赴约了 我叫她去啊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 海王遇见海后的故事而已 其实海王海后钓鱼 肯定也是看对象的啦 他们也不是每一个都钓吧 要请艾丽丝老师来帮我们测一下 到底可能是哪一些特质 我们会引来这些海王海后呢 如果在你眼前 还是遇到了海王海后呢 你的傻鱼特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请来宾还有观众朋友呢 用你的直觉挑选的 一 二 三 四 来 请作答 请举白 好 答案 答案 二 四 传球 多一选三耶 要先看一好了 先看一喔 先看一 来 如果观众朋友 你跳到第一张的话呢 你的傻鱼指数有六十分 所以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天使啊 像在悬崖还是要跳 这个叫做浪漫体质 无可救药 你真的是我最珍惜的 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 表现脆弱过 对 这一种话都会让你觉得 哇塞 你如此特别 所以说你头发乱了 他就是会 浪漫的 对 然后吃饭或喝咖啡 然后帮你擦擦嘴 不知意的 你牙齿有东西 你牙齿有东西 对 好了 好了 这个真的很讨厌 所以也要治疗 要小心一点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 现场也是没有 来看到这一个是一个 天使 白痴啊 好凶感激 你就是白痴 我们做白痴呢 来看看 接着过度 很好骗 不好意思 我做单纯 我很好骗 这个就是说 其实海文海珠最喜欢下这什么 泡沫般的谎言 然后他会表现一副 我好幸福 你真的对我非常地照顾 没有人对我这个样子 然后对你很不好意思 然后又对你非常地宠爱照顾 这样子 然后常常会怎么样 其实会很常常搞失踪 他搞失踪 我在开会 然后我现在还在工作 我在加班 像我就遇过这一种 就是十点以后不接电话的 因为他说他干不好 对 他在睡觉 然后洗完了不能出门 因为他对空气过敏 然后还有跟你说 你等我两年 我一定回来娶你 结果他跑去跟前女友复合了 对 真的很香 那是你会相信 所以他十点过后 就是跟前女友在一起的 对 真的遇过 他十点以后不接电话 然后我就想说 他干真的很不好 觉得十点以后不接电话 真的太怪了 这太扯了 然后久了以后发现 根本就有一个女朋友 交往四五年了 我就觉得自己真傻 真的配急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 第三章接电话 好多人 时速40 好减 好 我们长大了 对 我们长大了 你们长大了 你们长大了 这个叫什么 没安全感 缺乏陪伴 所以长大了 什么时候会被海王海后调走呢 就是没有 就是缺乏陪伴的时候 因为太久 因为空窗太久 对 觉得寂寞 空虚 觉得人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谁 你们会受什么吸引呢 灵魂伴侣 你觉得全世界 就他最懂你了 让你感觉到说就是 跟他相处好舒服 相处不累 久处不厌 你就被骗了 OK 对 其实他根本就是用 有关方线在管理这一切 他没有在 因为刚才小哥说的 没有关方线 对 因为一对多比较快嘛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 来 最后一张 来 四十个 三个人 完了 今天 120啦 对啊 太可怕了 这张牌其实是 爱 就是真的就是真爱 好的感觉 然后你看是 是閃閃霸遮天時光 所以大家都掉在地上 這一張叫做什麼呢 叫做命帶桃花 天生吸引這些海王海后 聽到前面這句就算了嘛 對不對 就承認自己是灑魚就好了 而且反正我們跟專家是同樣的 對 然後這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就算坐在角落 也會被調走 你就是會吸引海王海后的目光 對人家真的狼狼厚 配合度很高 所以通常這樣子的人 那種海王的話 如果真的有心要靠近你的時候 你是真的蠻容易傷掉的 好 好啦 以上要提供你的答案 好的 我對雨昕 妳不斷說妳而已 妳也遇過很多海王海后 我覺得我是比較屬於海后型的 我真的可以播嗎 你屬於海后型 還是已經看盡人生了 都知道他們要幹嘛 就是人家來找我 我都不會要 我都一定要自己挑選 我覺得海后型的人 會有一種特質 就是一種是 他是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愛 一種是他就覺得 他永遠都找不到真愛 所以他會一直換 會一直覺得說 好像你找不到這個 完全適合你的人 但是回歸心理學 那其實是 所以你才會一直換 因為永遠都找不到 最適合你的 應該不會有百分之百 完全契合的 對 對啊 就要去磨合 所以我成為心理師 就是因為我就進入不了婚姻 所以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妳要是再不跟我結婚 我們就分手 所以我就被逼著去做了兩年的心理諮商 然後才轉行 是因為這樣才一百二嗎 就轉行 全部逼著妳去做之類 對 我就是因為 被他逼去做心理諮商之後 我才療癒自己 然後所以就才變一個正常人 才進入婚姻 然後成為心理師 原來是這樣子 對 來 保持人還剩兩名 麻煩寶拉幫我們公布一下 沒問題 來 我們看到第五名 其實第五名就是 常常消失說工作忙 但是問工作內容 卻又打迷糊賬 有4959的網路聲量 那第三名是 完全不給追蹤任何的社群 就像剛剛說的都沒有在用 好像老人家一樣 那麼就有網友說 跟曖昧的男網友說 可不可以給我妳的IG 他就給他一個 看起來追蹤人數也還OK 結果過沒多久竟然發現 他的朋友 竟然也跟這個男網友在曖昧 可是他拿到的IG帳號 是另一個帳號 所以這個男網友 他創了好多個IG帳號 陸陸續續找到有三個 是用來騙暈船載的IG帳號 這麼三個 好強喔 這些海王海后 真的是神秘感滿點 一定要有一堆的秘密嗎 我覺得海王海后 真的是要有非常聰明的腦袋 跟一個管理系統 對 那很累 他們會是一個非常好的 傑出管理系統 這是大體系統 時間管理系統 完全無感人 我跟你講海王他們的操作 就是會讓你覺得都很合理 沒錯 我跟你講我之前 這也是小時候 因為我現在長大 就是我小時候那次 有一次就是有一段異國戀這樣子 然後我剛好就是放假時間 我就去國外 哪一國 不是 他也是華人 他在國外讀書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了 去他念書的地方看他這樣子 然後我在國外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還小 所以我們就是住在媽媽家 他媽媽家的時候 我們是分房睡 然後我睡他房間 他睡客房這樣子 然後每天早上 他都會起來 他都會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然後他早上叫我起床的時候 他的手都非常冰冷 可是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是 那個國家是冬天 而且那個室內都是有供暖的 所以照理說你會非常暖活 你的手就會是熱的這樣 我覺得為什麼每天早上來 就是連續三四天 你每天早上來 都好冰喔 那個手 我就問他說 搞不好他是那種吸血鬼 對 怪異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手這麼冰 你剛剛去哪了嗎 他說沒有 我剛剛在幫我媽做事 因為他們家的有個花園 然後我想說他那麼早 這麼孝順 去幫媽媽除草 那種花什麼的 我就哇真的我找對人這樣子 在我要回國之前 我就意外的 就是 應該說 那一段時間我都沒有上網 然後我剛要回國之前 我想說他回國了 我就打開電腦 我就借他的電腦打開一下 然後就到我的那個部落格去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他私訊我 然後就跟我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是誰誰誰的女朋友 前女友這樣子 然後他講的這個人 就是我現在在這個人家的那個男生 然後我說 天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男生有多愛你 他說 在你在這裡的這段時間 每天晚上 他趁你睡覺的時候 都會開兩三個小時的車程來找我 然後趁你起床之前就這樣開回去 好累 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 所以為什麼 我只能說你睡得很沉 對 你都沒發生 你都會用一下 對 你也睡得太沉了 你睡得太沉了吧 你們吃什麼牌子啊 你要 太沉了 因為你知道我那時候 小時候就很白痴 就是在他房間 有時候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他房間 找他一下或什麼 我都沒有 我就乖乖的 只要待在那個房間 我就真的待到早上 他是真的去睡覺的 真的 真的 然後所以 為什麼他每天早上回來的時候 手都冰冷 因為他就真的是趕在我醒之前 他是一開車回來 然後就進來叫我起床這樣子 所以他的手都是冰冷的 還騙我說 他去看媽媽幫他弄花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 老師你不要笑 因為老闆心很悲痛喔 你常常說冰點是不是 你還在那邊發生很像 我覺得就是 他也笑到要哭耶 老師 笑到有點累 老師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要難過 你是想到你過往 你也曾經去國外 然後被別人來打 後來我們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分開喔 因為我那時候太喜歡他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這件事情 我說我知道你有前女友了 他也跟我說他會處理乾淨 就後來那個 傳訊息格文的女生 真的就過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 他就有來跟我說 他要退出了 然後還祝我們幸福之類的喔 然後我想說太好了 那可能真的只是意思個小插曲 我跟他這個男生在一起兩年 其實我跟他後來就是這個男生呢 這兩年內 就他後來回來台灣 但回來台灣開始呢 他更瘋狂了 不只是前女友 就是有1 2 3 4 大概有4 5 個女生 都是年花而草 所以都是來打電話給我的 所以我後來就 回來又A B C 對 很受歡迎 後來我就真的就是徹底就死心 就是因為經歷了太多次 我就拜拜了這樣 哇 李薇 因為我之前有交往一個 5年的男朋友 是因為我們兩個都火象 太容易吵架就分開 然後其中分開 我們分開半年之後 有一次大概跨年的時候 他就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想說他主動跟我聯繫 那我們應該是有譜了吧 然後就想說 他最近也走得蠻近的 應該要復合了 但是他3月要去當兵 他就說我不想要耽誤你時間 什麼什麼 可是女生就覺得說不會啊 我OK 我願意等你 然後就我們那時候 在相處的過程中 有一天我就看到說 哇 天啊 我跟他分開的時候 他就我以前送他皮包 他還有在用耶 我忘了他真的是很愛我 一打開 怎麼有一張合照 是一個女的抱著他 我怎麼說什麼意思 才發現說 原來他已經有交一個女朋友了 那因為他被我抓包 他就只好跟我坦誠說 對 我真的有交一個女朋友 他說但是呢 因為他跟這女生 這女生是空姐 然後他們兩個 其實相處都蠻好的 都沒有任何的吵架 但是他就覺得他還是比較愛我 所以他那種講錯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天啊 揍我 就是他那個天命之恩 他就是之後的一宣傳 還是發現我最好 想要回來找我 我就覺得OK 但因為又跟上一個 那個香港人很像 他就覺得說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背負 傅希漢的這個名字 那反正我馬上就要去當兵了 給我一點時間 就讓女生自然而然 跟他分開 然後確實在當兵之前 女生後來可能也有發現 我們是有理論還怎麼樣 反正有一天 我真的有聽到 女生打電話來跟他說分數 我就覺得他也滿OK的 就真的他們斷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像他去當兵 不是有什麼前面有受訓 心命訓練 他也會打到給我 但是在講話講 很快就會掛掉那種 但是在當兵過程中 就會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找不到這個人 但他給我的理由 我都覺得滿合理的 他就說因為我去巡邏 我本來就不能用手機 學長帶我去巡邏 我去站崗什麼不能用 我就覺得一切都很合理 但一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一個莫名的電話 應該是不小心按到了 我就聽到電話 那一頭是我男朋友跟一女生在講話 他馬上在運動 我想說什麼意思 他今天不是要上班嗎 怎麼會有這通電話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還打去他那個單位 然後單位就說 他今天沒班 那我想說 可是因為男生離那個單位是很近 他有時候回家睡午覺 他說那應該是回家睡午覺 睡午覺 我就打去他家裡 然後媽媽就說他今天放假 我才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好像不太對勁 之後我就去覓他那個 當初那個空姐 就一覓之後 女生就也很大方 我就說既然你都來謬 那我們就把話講開吧 我才知道說原來 他當面這段期間 他跟那個空姐還是有在一起的 所以你知道他每次很倉促 打電話給我 然後要掛電話 他就跟我說什麼時間不夠 其實他不是 他就要打給另外一個空姐 然後他就跟我說什麼 我站鋼 我找不到什麼 其實他都是去 曹雲陪那個空姐 他好忙喔 可是中間講這些理由 你會覺得很合理 因為他真的是在站鋼什麼的 他真的不能接電話 你都覺得一切合情合理 因為他當邊好閒喔 對啊 他都覺得很危險 要不是那通奇怪的電話 我真的都不會抓到 對 我要問一下 心理智商之類 就是說像這樣 你其實明明有時候 會覺得說 這個動作好像怪喔 或是你知道 它就是哪裡不對勁 可是你還是會選擇 相信對方是為什麼 那原因是 就是心理學校的認知失調 就是你在心中 有兩個矛盾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全身都不舒服 所以你就會說服自己說 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比如說 我覺得這男的很爛 但是我還是很想跟他在一起 這個時候 你就是說服自己說 他那麼爛 我還跟他在一起 表示他一定是我的真愛 我一定超愛他 或者是 你就會幫自己 合理化他這些種種行為 他就是人太好 所以沒辦法跟前面 有切乾淨啊 或者是 他就是真的工作很忙 所以才沒有辦法 接電話 來接電話來照顧我 所以幫自己想一些理由 那另外一個就是沉默成本 就如果你只跟他在一起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那當然分手很容易 可是我已經付出了好幾年的 五年的青春 我現在放掉 那我這五年算什麼 那這個沉默成本 就會讓我們捨不得放棄 來說怎麼樣破解 這個心理學有發現 我們對自己的覺察能力 是比較弱的 但我們對別人的事情 我們都看得火眼睛睛 對 所以當你有一個 想要分手的對象 但是你就是分不了的時候 其實你把它想像成 他是你閨蜜的男朋友 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會怎麼勸你閨蜜 你會有新的觀點 對 沒關係 大家都是前面 享受戀愛的同時 還是要多觀察一下 因為他現在不對的時候 就要果斷遠離 你要不要傻傻 成為人家的持中魚這樣 受傷也是自己 對啊 懂得保護自己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